来自中华,不仅是云林记忆区的完工,那是说书人的利害病 因为很快他跟台湾国内去做庙区的调查 所以也收集到国中教地设的平安区 不仅当地记忆区的专业室来电视 其在婚姻所收集的大区、区领和兴趣的地方都看得到 另外还有自己来应及博夫领的提言华党 建筑也还能接到判定的区领点心 没来到参加的民众透过国家库医院的平安区 来设计到君臨妙妇文化的内涵到意义 他就这样拿给我看 然后他就送一张给我 我跟他要第二张的时候 他就说已经没有在发现了 绝版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我还跟我同事说这张千万不要贴在板子上 说到已经没机会 拿到第二个头户红山是大湖 你和平时会发起到重复 因为可以收集到 设计的这么幽露的大湖是很不简单 除了这张 现流所电视的都是他收集的成果 在台湾做了一个天液调查 就是所收集到的一些平安符啊 大湖啊还有一些香火袋 像这个大湖都是在神明出血绕境的时候啊 才会发 平常你这个庙里面其实是看不到这个 那这个符令的话一般都是贴在门口 或者是它可以折成八卦的造型 放在身上 到别的礼拜祝祝平安 将平安符担在身上 对台湾人来说已经很习惯了 但是因为这条电纜 我们可以好好享受 就是更有的符令导义 这一区也设计好玩的活动 要带大家感受信用的家庭 我们特地去刻这个就是这种拓印的 这样子可以绑上埋这样子 很特别哦 就是刚好也是在我们的符令特展 特别增设的一个DIY特区 我们这边就用了一个很像我们的符 符符符符下去用的法式吐司 比较特别是我们里面有用到我们云林县 在地的火龙果 除了妙语符号展 用秋材三天的家庭 这一区也准备豐富的活动 要邀请大家来参加 来换记忆 换你的心意 换大家的乐趣 所以会是在中秋节年假的每一天 都会有欢欢的事情 刚好也碰到我们每一个月的第四周的礼拜天 都会有芒果树下的亲子野餐的活动 所以我们想要创造那种氛围 这里是大家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创造你记忆的地方 庙语符号展 从9月22号开始 一直到10月21号 不管你的信用时退一种 都可以用行商 和这是天性的感光 来相识观察 店出的平洋湖 因为这就是台湾的廟物文化 也是受于我们里面的廟物的线 记者 林依林 赛逢报道